你去哪儿 干吗 冤有头 湛有主 那巧克力蛋糕 又不是我塞到你嘴巴里的 邱总 给我安排工作吧 工作 你天罗 又不给我安排工作 难道是打算血藏我吗 这能怪我吗 你之前不是得了逝税症 还说 要去国外学习什么的 试税症又不是不治之症 已经好了 现在每天精力充沛 至于去国外学习嘛 我慎重考虑了一下 你们都知道我营有多烂的 去国外能学到什么 听都听不懂 你们作为经济公司应该阻止我 不阻止就是不作为 好 就算是我的错 不是你 是你们 你和管理员 你 看来外公的助理兼经纪人 不可怜是很难兼顾啊 我做直播那么糊 也没有后续安排 人气上涨 也接不到角色 之前是因为你没法长时间工作 之前是之前 现在是现在 你作为经纪人不是应该随时关注 旗下一人的变化吗 大小姐变化确实很快 小时候叫我月轻梗梗 现在叫我扑克脸 我扑克脸 挖粉有意思吗 注意你的态度 小植啊 你今天的火气很大啊 我劝你现在最好保持安静 你不要瘾火烧尸 你今天早上是不是去我邻居家了 你邻居 你前男友啊 算了 到此为止 那是我的幻觉 你试睡省刚好 又出现了幻觉 要不要带你去看心理医生啊 谢谢 不用了 管理员 月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探讨一下 未来工作的方向了 我 大小姐今天很不高兴 好像不是因为巧克力蛋糕 哎 差点让人家早发现了 发现什么 你真取得前男友家了 我没取得前男友家 来 亲爱的闺蜜 你这是去哪儿了 我刚去公司了 你怎么又送玫瑰给我 还这么一大树 不是送你的 这是送给白鹿的 送白鹿的 哄他开心嘛 是啊 白鹿开心 就是我干儿子开心 我去停车了 嗯 拜拜 好好表现 天洋姐 你回来了 你在干什么 上次大乔哥买的虾 我剁碎了做成虾丸 一点都不心的 冯助理 你真不听话 我都说了 你照顾好白鹿就好 不用管我 这就是做给白鹿吃的呀 姜医生说 要多做点高蛋白的食物 但最好清爽点 容易入口 这锅里炖的是燕窝 对孕妇最好了 什么呢 多做一点 手挥断掉还是脚挥断掉 喂 喂 什么喂 我是没名字的野狗吗 我 你怎么在家做饭 没去守着白鹿 白鹿那边有姜医生守着 都留在那里也没有什么用 可是总觉得还是不放弃 要不我去看看 白鹿在睡觉 你不要吵她 先把自己照顾好 好好吃饭 也对 要保存实力 这是持久战 我可是亲自怀过孕的女人 薛承安是个难缠的宝宝 像她爸一样 这一点应该是更像她妈才对吧 我还难缠 换了任何一个女人 遇到你这样的男人 都不会像我这样宽容的 好 美丽善良大风的田小姐 今天 你没有工作了吧 没有工作 约了三天以后直播 那就好 不如一起去看个 电影吧 有你这样当人爸爸的吗 薛承安现在还在 白鹿肚子里抗争着 生死村汪 水生火热的关头 你还有心情去看电影 就算我们坐在这里着急 也帮不了她一分一好 而且 白鹿也有江一恒在照顾 你也需要放松一下 我的天哪 你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渣啊 你是医生吗 只听说过医生这样劝变人家属的 大人们不要太担心了 担心也帮不了孩子什么的 要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孩子呀 没听说过家属这么自我安慰的 你好好反省一下吧 你好好反省一下吧 我 我想让你们两个人单独相处一会儿的 你也太不争气了 三句话就把女孩子惹麻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直男癌呀 直男癌 她以前不会对我这样发火的 你也说了是以前 你活了五百多岁 第一次交女朋友啊 算了 看在大家是同类的份上 我就帮你分析一下 现在的状况 你跟田净植 已经分手将近五个月了 到目前为止 田净植还没有表现出 想跟你和好的意思 对不对 对 她很清楚